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日常越来越多样化,人们不再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和家庭上,也会拿出来一部分给到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有不少热爱旅游的人会特地找一小段时间去各地游玩,看看中国的大好河山顺便释放一下生活压力,想要不错过沿途的风景,自下游无疑是出去旅行最好的方式之一。 有一个人就曾经用84天的时间穿越了三万两千公里,成功征服了大半个中国,这个人就是老金。 据老金说,他大半辈子都是为了一家老小在忙活的,其实也是为了自己活一回,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老金好不容易下定了这个决心,开始了他的自驾游之旅。 就像歌词笔唱的那样,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对于自驾游来说,汽车是非常重要的,经过重重衰选,老金最后选定了一辆帕杰罗V93,山猫。 这辆车有多耐用,老金说他之所以会选这款车,是因为这款车各方面的性能都很不错,很符合他的口味,外表看起来很稳重,而且也很皮实耐用。 虽然排量只有3.0升,但是在老金看来已经足够用了。 最为关键的是,这款帕杰罗的油耗比较低,对油的需求量比较少,这点在偏远地区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最后证明老金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这辆帕杰罗成功带着老金走南闯北,各种路况下的通过性也是非常值得不错的。 不管是西藏地区的35度陡坡,还是东北的冰雪道路,内蒙古的山路,帕杰罗都能从容应对,所以这一路上,帕杰罗俨然成为老金不可或缺的伙伴。 老金这一次自驾游的传奇经历一定会给他的后半辈子留下深刻的回忆,在我们眼里,老金这一次旅行也是非常令人赞叹的。